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剑会的强强退决 关键方是珍宝格,对面方是希腊老街 今天比较特殊的是宝格这边选择上的一个方寸 就这一连的五神坛,其实宝格这边是带着方寸衫的 但是没上,或者是没给他上的机会吧 所以打剑会现在也是练习一下 那关键方这边选择上的是一个武装 方寸的双风配合着宙师加神木 他那把银阵,那对面选择上的是一个大唐 女儿村,大唐魔王的女儿国标 也是一把银阵,而对那方拿到了一二股 那可能这边确实是宝格在一定程度上 他确实是不太 怎么说呢,不太喜欢玩国标吧 他就是这个团队啊,就哪怕是之前三五老板 那么强的物理号啊 他也是一直玩的是宙师博 只不过现在版本的需求 搞得他不得不玩大唐火标这一套阵容 这几次成绩也不错啊 也就像群雄也能达行决赛啊 然后平时拿个四枪 也没什么问题 但总感觉就差那么临门一脚啊 但这一脚就是踢不出来 可能宝格这边也在寻求一些改变吧 啊,这个方侧山啊 就是他改变的第一步 宝格这边相当于是 已经放弃了 盘斯了,就盘斯洞他们现在团队里是没有了 是没有盘斯了 女儿孙再控一下武装 看看这个方侧的一个发挥吧 方侧的侵蚀技能 也没啥用啊 实话实说也没啥用 嗯,就这么一个玩意儿 给大家看一下吧 就这个啊 使用一次失魂 此次攻击命中提高8% 就这样 很尴尬的一个侵蚀技能 那这一波官大黄想压一下对面的大同官普了 也是成功压死 你说他没有吗 还有点用 能提高点攻击命中 你说他有用吧 他就封个失魂 可能方侧蚀这边 他的绝对的技能还是一个催眠为主 催眠从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牵制你的宝宝的 然后方侧蚀又有一把分身 就是不抢速度也可以 一把分身切进 他不抢速度方侧蚀也能玩 那不抢速度的话 他一定程度上也就可以 把自己的抗性 加的稍微高一些 早期都是有很多的 那个叫啥呢 卡速方寸 大家也都见过 卡速方寸 在防点杀的方面 也相当的强 你还没法去保出手 所以效果还不错 他的灵源技能是宁心倒幅 也是增加抗风概率的 增加一个抗风 也还行吧 感觉配合重视波效果蛮不错的 继续效力藏刀 在没有了盘思啊 就手势方面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吧 不过好的一点 就方寸跟武装怪 可以以正常的一个命中率 去针对对面的化身 以前女儿村的话 毕竟化身存在一个 那叫啥不禁女色 就是女儿控化身不太好控制 但方寸武装都行 都可以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观察方的方寸 没有对面化身 是速度快 而武装怪 再一会儿估计也得把这个速度丢掉 因为开场对面就是一二速 最终这个速度 还是要回到一个最初的状态 一把催眠没给上 看看队长方会不会用宝宝拍自己 一把小松 开始点了 对面的进攻节奏就要起来了 来点上观察方的神木 2500 青银三点 163 避雷往过根 可以 西大那边也是有个小花招的 他们这两个神是带了一个 天津城 只不过那个天津城 也是没机会登场 西大好像16强的时候就结束了 16进吧的时候就输了 好像就输给这帽哥的 好像就是输给观察方的 十六进吧 一把催眠这回风中 提前控一下对面女儿村 那他下回合也没法去出手 你看对面的宝宝 他就得防催眠 但是呢 你说你防谁 你五个都防不现实 对吧 但你防不到的话 你宝宝又白拍了 而我 这把风翼也实现了我的价值 下回合还能把你封进去 你下回合还在里边 对面女儿村这回合他就动不了 只不过方寸山 他缺少了一定的辅助能力 首先 咱们之前说过 为什么没人用方寸 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 你说你跟女儿村比 你没有资格去抢速度 你跟磐斯武装比 你没有任何的辅助能力 就咱们之前老说 一个磐斯的幻基术能防地厅 对吧 人家的静疗 人家的胀气 能降低你的气血恢复 还有抽篮 各种的 富贤猪丝 寄女儿村的药 还有灭如丝去打烂 就磐斯的灵活性会比较的多 大家也在武生坛经常可以看到一个 打蓝磐斯的玩法 对吧 四宝一的时候 再用一个富贤猪丝 可以禁女儿村的药 就磐斯辅助属性非常强 那武装罐也是一样 清风望月可以保出手 对吧 天地同寿 又可以保地厅 关键时刻还能防点杀呢 日月乾坤 不用说 这封印咱就不说了 然后就雪灯 现在他们带个治疗领 是雪灯 可以登到九百多 这个雪灯的效果也是相当的不错 然后还有各种清风望月 保出手 武装罐还有一把这样令其 加伤害 就各种东西吧 就汇聚在一起 就方寸没有他一个明显的优势了 这个时候观众方还封了一把定身 也不错啊 反正跟江康行吗 他大堂没法去 飘漫天 没法便宜去 轻宝宝宝 因为大堂平A轻宝宝 第一是能飘漫天 第二 平A也是大堂的常规轻宝宝的手段 他不可能去扫一个宝宝 破破剑人 兄弟们说破血啊 那破血那玩意儿要愤怒的 可不是你想破就能破的 继续效力藏刀 方寸也是继续奋身 主要是看宝哥这边玩方寸 能不能打出一个不一样的效果 那这波观众方还是继续把对面打到 压到在地 稍后还是面临着一个手势的问题 给大堂一把钉身 确实是让大堂非常的难受啊 1725 化身色合上这口血 对面化身已经回到了人家的二宿了 刚开始就说过 人家开场就是一二宿的 所以观众方这两个点去控制化身 有点控制 速度调的有点 太慢了 哎 这个女儿村就有点小尴尬了 又是一把催眠给到地府 这个女儿村刚偷的酒呀 这把自己玩进去了 又被观众方笑了一下 然后并身封着大堂 催眠封着地府 这波观众方又不用房间杀 对面女儿比较无奈 水清先解开自己再说啊 毕竟自己是一所 得靠他来控制观众方这两个大哥 武装反控一手没风中 金箍咬 武装娃娃娃 大堂得把自己保护好 风卷残云 六千七千 对面女儿村这是要嘎掉了吧 这个血量 哎呦对面这化生寺 好像也要嘎掉了呀 哎后排这个大唐是不是也要嘎掉了 一千七百九 大唐好像还能活 啊卡了个回春 哎呦化生寺被咕死 女儿村一丝血啊 女儿村救起化生 反手哪一下啊 哎呦这个刚才使一反一下秒了一个高数据啊 六千七千把对面两个高速点直接秒残了 从第一个方面可以看出来 对面化生寺速度加的有点快了 导致了自己的抗性 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 欠缺了一些 你看对面化生寺也快了啊 同样是阴阵 比观众和方寺武装都要快 我看他变得啥卡 变得是曼珠沙滑卡片啊 观众方变得是一个机关兽一个猫灵 卡片上差了百分之十啊 那跟卡片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一把金清 可能也是知道观众方这边 他们毕竟没有上屋里 见会是提前知道这种的啊 你没有上屋里的话 编卡片也是变得大胆的一些 观照玩笑 又没空中化生寺 后发 你说这个大胆 他也不解掉自己这个定身 就可能一扛 然后啥也干不了 尸体单位被压着 技能也用不出来 压着他的尸体 他血线不够啊 到想用技能用不出来啊 再来一把催眠 这个大胆 其实他 现在对战方这个情况 就有点劣势了 扁杀点不出来 你也点不出来 怎么打 而且蜂狼的风格 蜂狼的风格也不是那种 比较激进的那种 打法 就不会像曲伏那么大开大口 去扁杀 他一定是先稳住局势 再去点杀 但这个情况 对战方是有点稳不太住 就每个指挥都有每个指挥的 习惯风格 你不能说他对于错 这就是一个习惯问题 在守住大旁的一个尸体 这一个二次化身 咋就 那实在不行 对面女儿村干脆 就对面干脆 我用女儿村 我就拉起大头 我化身色给帮着大头 活一口不就完了吗 就这么简单 浪费两个人物出手 先把大头跑起来 小死亡要点了 对面化身色 刚才活的是 化身色应该活的是大头 但大头又没拉起来 再没征活 拉起大头 那这口活血 他活的就是大头 他为什么要这么早 去活大头 你看这大头被守住实体 对面女儿村 哎呀 依旧是岁月强控方寸山 化身色出一个 隐身宝宝 应该是一个超高速的吧 用来配得上化身色的速度 孩子拉起 大头还是一个残血 那没人给他活血 他还得死 还得死 这几波怕 西大那边的节奏 给拖得特别特别的慢 中魂 迷船有没有 没有 观念方方寸 还是顺利的 分身进去了 又清风望月 这大头 这个化身色应该出的是 能配上他速度的宝宝 别因为他站了个鸟 变了个大滑卡 都配不上速度了 那这个就尴尬了 化身色 你看 哎呦 他没配上速度 他这个大滑卡变的呀 这个阴阵 站的呀 这又没活上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干脆 你不如让女儿村 拉起来化身色 活一口 就这么简单明了 你一个一二速 怎么可能救不活 一个大坑呀 相机的 你不忍杂的 竞来 女儿偷酒 来了一把金青 化身色 再起一个火炎伞 反正宝宝也不配速 两次活血活失败 对面干脆 也不用这个宝宝拉打托了 你用哪个宝宝拉 再看一看 用孩子拉再卡个大惊 也行 也算是一种办法 因为下一回合 你有速度你还能火 你再给他上个大惊 然后还能卡个回春 不对 还能卡个回春 也不行 这个办法也不行 还得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方式 大惊又被卷没了 女儿又是一把水晶 解的魔王 翻天印 对那方想点一波 可能要 看大堂这边 还是有一把巨剑在了 实行 把地府封住 好像又尴尬了 好像是又尴尬了 是这么个说法 具象 由于地府被控 导致了小嫂没有挂出来 对面也算找了一波机会 并没能成功 这个时候大堂再一次 被压到在地 为了个救这个大堂 你想想对面消耗了多少的腰瓶 多少的操作 花神色赶紧领元推 女儿再偷一个酒 笑了 为了方猜到你要偷酒了 笑了一把 对面 赞 干嘛嘛的拉起大堂 平一下 轻轻抱抱 这就很苍白 这个操作 感觉没啥意气 再拉起来 你看看他大堂吃了多少酒 算了 再被吹死了 大堂吃了 大堂吃了 小狗 大堂吃了 小狗 大堂吃了 丰 我们 大堂吃了 优优独播 消耗 这 百分 安 优优独播 配一个封射身 封了四个 这个大头啊 前面是定心 定身 没解 后边这实行不能像 漫天飘出来 这打到现在该咋打呀 算是有玩的一把逆精吧 可是已经是大尸一缺了 哎哟 下来长刀 下来 下来 诶 换了个地厅 哦 关他换也换地厅了 双方都是走起了战神宝点 以前方侧山的催眠 以及盘斯的落花城 你都是可以空灵宝的 就后边就可以改了 就不空灵宝了 其实在能空灵宝之前 方侧山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就那次改动 把方侧山彻底从五神坛 这个队长给拉下来 就那次改动 以前落花城 你跟催眠都是可以空灵宝的 你把尺子扔过去 又是一个催眠 大腾侵蚀技能 侵蚀技能也摆给小僧 再点小僧也没挂中 再加上关他换还要金钦了 所以说挂不挂的钟也无所谓了 换一个摇 关他换这边要加速自己清场的一个节奏 肯定是要的一个秒八的效果 那这边也是一个工地厅 冲着对面女儿寸 也是个工地厅 冲着关大红走势不活 只不过小僧他没挂中 再加上关大红有金钦 也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好 好 这边也不过了 嗯 you 好 好 我的 有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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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一压大疼 还是从大疼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落叶萧萧 来秒八的效果要的就是这个 也没保住啊 地厅还是飞掉了 确认血量都不是很健康 这场比赛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速度 就压着对面大堂欺负 方刺山躲在分身里边 感觉效果还不错 也是一种办法 因为咱们随后 因为刚打完五神坛 星期一的将会的话 也没有几个豪门来打 就是宝格和西大过来打了 其他好像都没有过来 因为雪山也没打 哪怕没进十六强 人家不打建会了 接着得往后看 就接下来的建会 宝格会不会依旧选择这套阵 到时候 经过一个长时间的验证 你才能看得出来 方寸山真正的价值所在 偶尔的一两场比赛 体现不太出来 就跟对面的天击城一样 偶尔几场比赛 你看不出天击城究竟好不好用 有的时候他们可能 我今天输了两场 他以后就不敢用了 或者是不想用了 也是希望可以出现一些 更多的新阵容吧 也是恭喜宝格 拿下了这场 打的还算是比较轻松了 再加上对面 难受啊 哎呦 这个 这个神又 给的可太多了 这么多东西啊 拜拜 拜拜 拜拜